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我国将着手组建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 那么什么是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呢 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 和我们一般概念理解的导弹防御系统 有不同的地方 当然也有类似的地方 那么相同之处呢 就是把那些威胁到人类和地球的一些小行星 或者是一些能够变成武器的装置 给它在进入大气层之前将它摧毁 那么反导系统当然是人类制造的 但是小行星可是天然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靠近地球 而且小行星如果你对它不进行防御 那么万一有一天 我们就个头比较大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那将会是全人类的灾难 因此我们必须预做准备 那么小行星防御系统就是为这样的一个 未来的不可知的危险接近的情况 做出相应的准备 因为有些小行星个头是非常大的 只有月球的几分之一 但是它对地球的冲击是非常强悍的 如果不能够有效的将其摧毁或者把它引开 将会对整个地球的生态 甚至对全人类都会构成非常大的危险 这样的一个系统相当复杂 能够研制小行星防御系统的国家目前是趋此可处 中国现在率先开展了该领域的研究 甚至有可能通过不断的努力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小行星防御系统国家 对于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 去年国家航天局提出正在论证建设 今年已经是着手组建 那么这四字之差体现了什么呢 论证建设只是在对防御小行星方面 做一些预先的研究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技术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开发小行星防御系统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建造了 说明通过前期的论证 中国具备了相应的能力 可以正式的研制开发 小行星防御系统了 当然这个系统相当复杂 需要有一系列的技术基础为其做支撑 但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 我们中国人在航天技术领域 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那么这些技术基础 就是我们未来建立小行星防御系统的 有力的支撑 从技术角度分析 组建这个系统有哪些关键点和技术准备 建立一整套小行星防御系统 其实它要分成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对小行星进行监视和预警 若干净后 这个小行星是不是会接近地球 甚至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层 这个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判断的 因为天外分布着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小行星 当然也包括什么会星等这些东西 那么有一些对我们地球是无害的 因为它们相距地球比较远 但是有一些小行星或者是彗星 有朝一日会和地球靠近 那么一旦它接近地球 甚至会和地球直接发生相撞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类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对它采取防御措施 将它驱离 炸碎等等吧 那么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监视预警系统 你就是没办法准确地判断 哪颗小行星对我们有威胁 那么判断出来以后 你还需要有办法对它进行相应的驱离 或者是攻击 让它不能够在 让它不能够以地球发生相撞 因此这两方面的技术都非常复杂 都需要我们在下一步建立一套 完整的小行星防御系统方面 做出相应的努力 五国在构建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方面 现在处于怎样的阶段呢 还有哪些挑战 小行星防御系统的第一步 监设和疫情系统 这个建立 一说我们现在的技术 我个人看法 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无论是监设禁地的一些航天垃圾 那些个头都很小 我们都能够精确的掌握 那么对地球外的一些天体 只要它个头相当大的话 我们也都能够探测到 并且对它们的运行轨迹 也能够预先的做出预判或者是分析 关键在怎么来对付这些接近地球的小行星 首先我们要具备什么能力呢 要能够靠近小行星 那就需要我们发射某些航天器 靠近小行星对它进行观察 近距离观察 可能在几十公里外 跟它并飞 那么这是一个 光是近距离观察还不行 还需要想办法落在小行星上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可以绕越飞行 落越飞行 而且也可以降落在火星上了 那么对某些小行星 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 采取降落在某些比较大的小行星的星体上 对它进行相应的研究 那么如果这颗小行星对地球有威胁 那么还需要采取别的办法 比如说我落越的这个航天器 上面带有发动机 我发动机启动以后 可以把小行星推走 那么有人会说 小行星个头很大 你那么点动力 可能起不了什么太大作用 其实在天体的运行上 有时候往往可以四两拨千斤 你的推力虽然不很大 但是只要给这个小行星一个力 它就会偏离原油的轨道 和地球插肩而过 从而保证地球的安全 当然如果个头太大 威胁也很大的话 我们就要对这个小行星发动攻击了 核爆炸是一个方式 用普通的炸药对它发动攻击 也是一种方式 不管哪种方式 只要经过科学的计算 认为通过这种手段 能够让小行星偏离轨道 或者是由一颗大型的小行星 变成无数个小的小行星 那么就可以解除它们对地球的威胁了 因此未来的小行星防御系统 会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和措施 这个还是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研究 发展相关的技术 才有可能实现的 好的 也谢谢傅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 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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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